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奇妙的还是有一些的矛盾 都是因为我们人还不够认识上帝而产生的 其实我们要问的是 是上帝完全呢 还是人是完全 是上帝没有问题呢 还是人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上帝是完全的 那我们信耶稣的人生活上还遇到一些的矛盾 毕竟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一些的误解 有一些的不够认识 或者是认识错误的地方 就比如说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电话 还是一个一个电脑 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用的话 我们就会讲 哎呀 这个电话不好 这个电脑不好 我记得那时候 我把一个电话 一个iPhone给我妈妈 然后呢 他就说 我听说这个iPhone很好 每个人都要用iPhone 我就把这个iPhone给我妈妈 他用不到一个礼拜还给我 他说这个电话不好的 我都不会按 然后什么东西我都不会 这个电话不好 我的那个no care比较好 那个比较容易 他比较懂得怎么用 所以我要讲的是 是上帝完全还是人完全 有时候我们认识上帝的过后 我们不能够完整的享受神的喜乐 神给我们的那个平安 神给我们的那个证据 是上帝出现了问题 还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些经历 一些的认识 出现了一些误解 所以我发现其实很多信徒 他们在教会 他们虽然听见了神的话 但是很奇怪 他们要做出来的时候 做不出来 甚至有些信徒他们听了神的话 那一直听 每个礼拜来参加聚会 对 但是每个礼拜听听听 但是就是听来听去 听不明白 不知道那个传道那个牧师在说什么 然后有些信徒是 虽然上帝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 我们还是没有能力胜过那个世界给我们的压力 世界给我们的那个情绪 世界给我们那个所谓的有些受伤 我们胜不过自己的情绪 我们胜不过自己一些很强烈的需要 比如说有些人是 我要一定要 我要得到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得到 很奇怪 虽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胜不过 总是有一个矛盾在里面 所以有些人信徒是 有时候甚至拼了命 很想要一个东西 拼了命 然后要去争取一样东西 但是很奇怪的东西是 得到了之后 真的给他得到之后 反而因为他所追求所得到的 而受到一些捆绑 比如说有些人他很想很想要成功 然后真的得到那个成功之后 又很怕输 很怕失去 然后有些人是很想很想要得到一段感情 一直争取一段感情 但是很奇怪的感情得到之后 又被这个感情捆绑 他的一些情绪 喜怒哀乐 被这个感情影响 甚至他一些时间 有了感情 输了朋友 有些人讲 重色轻流 有得到一个感情 没有时间陪朋友 没有时间陪家人 甚至有些人是有一段感情之后 折扣在教会的时间 跟上帝遇见的时间 所以人是拼了命要争取一些东西 但是没有认识神的情况下 反而会被所争取的东西捆绑住 然后有些人是 虽然上帝是 我是说信徒 上帝已经与信徒同在了 然后上帝是随时愿意帮助信徒 拯救信徒的 但是信徒是很多时候因为太忙 然后忘了呼求上帝 然后可能遇到情况的时候 更想是先倚靠自己 更想是先动脑筋 所以虽然神同在 神要帮助 但是因为没有呼求 所以享受不到那个恩典 所以都是矛盾的 然后有些信徒是 虽然他们自己 他们是承认他们的心灵 有被这位上帝的爱感动到 很多信徒 你问他们上帝爱你吗 他们说 对 上帝爱我 但是很奇怪 但是他们面对神的时候 他们的心灵是柔和的 他们的心灵是肥沃的 他们的心灵是饥渴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们面对人的时候 他们是很多的不能爱 很多的受伤 很多的不能享受上帝 为他们预备的人际关系 所以都有矛盾 所以看到神是神爱我 看到人不是很多苦毒 很多满天怨地 就是很寂寞起来 觉得人都是伤害我的 所以我发现 信徒都是有一个矛盾的 虽然得到了上帝最爱 也最尊贵的一个身份 但是很奇怪 信徒的身份虽然是最尊贵 也是蒙神所爱的 但是很奇怪我发现 很多信徒在这个世上 他们是常常因着他们所有的 还是他们所没有的 来受打击 对不对 有时候跟人家比较 然后有时候心理不平衡 然后有时候就面对问题的时候 一点答案都没有 所以我发现 人是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里面 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矛盾 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个信仰棍子当中 也经历过这个矛盾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雅各 在初代教会 他要写这个雅各书 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教会 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 信徒信了上帝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要分享这个雅各书 雅各书一共有五章 我会用四次的聚会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雅各书 这两次牧师在中国的时候 然后牧师回来了两个礼拜休息 然后牧师两个礼拜去泰国 我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雅各书 但是先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雅各书的一个背景 很快的这个背景 大家这个不是历史课 所以很快雅各 雅各是谁啊 雅各书的作者 这个雅各呢 不是一个门徒来的 他是主耶稣的半个弟弟 就是主耶稣是玛利亚悦瑟生的 所以这个雅各呢 他是主耶稣的半个弟弟 不是他的门徒 然后这个雅各是很奇妙 他是耶稣生前的时候 意思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 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呢 这个雅各是不相信耶稣的 虽然雅各跟耶稣住在一起 看到耶稣很多的神迹 行了很多歧视 然后但是圣经很多 有几处圣经记载 雅各呢是不信耶稣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 家人要信 家人要因为我们而信上帝 是有点困难的 有时候家人跟我们 就是有点这个挣扎 但是这个雅各 虽然是耶稣生前的时候 没有信 但是奇妙的是 耶稣复活过后 特地向雅各显现一次 出现一次 那个时候雅各才信 这个也是哥林多前书那里有说 耶稣特地向雅各显现 所以雅各书特别有强调 信心跟实际的东西 信心跟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雅各书特别强调 有信心也要有行为 有信心 信心是看不到的 但是也要有看得到的 因为雅各的背景是这样 他是一直以来不相信 然后后来耶稣写明给他看 他信了 然后呢 我们从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个雅各的时代 那个教会 他们面对的一些挣扎 其实跟我们现今时代也差不远 雅各呢 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会看 雅各书呢 他们的内容 让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教会可能是一个 经济 那个叫什么 经济 经济差距很大的一个教会 就是很有钱的人在那个教会 也有很贫穷的人在那个教会 然后呢 雅各常常说 那个说话要有智慧 所以可见这个教会是 人讲话都没有很多智慧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说话不经过大脑 然后乱乱讲话 然后就是说话没有爱 所以呢 那个时候当代已经有了 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 甚至在教会 有时候我们也因为人的话受伤 所以这个都是雅各书有讲的 所以那个地方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 所以那个教会有很多的 虽然是信徒 有很多的竞争的事啊 比赛的事 比较的事 然后斗殴的事情 不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的事情 然后也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一般的人也会面对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雅各书它的背景是 那个时代的信徒 都是在一个苦难里面 我们这几个礼拜都一直在讲苦难 我们今天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不是强调苦难的这个信息 但是 但是后个礼拜 下个礼拜我们讲苦难 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概念是 雅各书所有内容都是 叫人在苦难当中有一个答案 在挑战当中能够遇见神 在挑战当中有一个感恩喜乐的理由 所以雅各书的一个背景是这样 然后雅各呢也虽然是看重实际的 他不单是讲行为而已 他主要是讲一个人的行为背后 那个潜意识呢是 他是要选择上帝来行事为人呢 来跟从呢 他是要跟上帝做朋友 他是要亲近神呢 还是他是选择我要爱世界的 我要跟从世界尽情享受的 我要跟世界为友 然后我要亲近世界的 所以讲到重点 那个雅各书讲来讲去就是 我们内心真正喜欢的是要亲近上帝 还是要亲近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从雅各书呢 我们认识几样 今天是雅各书一个概论 所以我们从雅各书里面 我们认识那个雅各 他所带出来的一个神观 藉着雅各书我们认识上帝 然后我们再看雅各书里面 他有几个的强调那个对比 基督徒生活里面的矛盾 然后下面我们再看 我们要怎样的亲近上帝 而不是亲近世界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都是信徒 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认识上帝吗 我刚才说了 是神完美还是我们人完美 那如果神是完美的 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够喜乐 不够有能力 不够享受 那个问题毕竟是出现在 我们对神的一些的误解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从雅各书认识 十样 十样是有点多 但是各位 每一样 因为上帝是太全备了 上帝是太完美了 所以接着雅各书 我们认识上帝十样的特征 那第一个呢 神 这里说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这里 大家可以看 这个经文在这里 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这里说 你信上帝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错 很奇妙的是下面那句话 不但是人信 不但是基督徒信 连魔鬼 鬼魔也信 而且不但鬼魔信 鬼魔信的是 战经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 雅各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上帝呢 是只有一位 然后第二个东西 这里是这样 不但上帝只有一位 而且连魔鬼也是惧怕他的 所以各位 我们每次说 我们敬拜上帝是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拜错了上帝 拜错了神 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问题 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 所以如果上帝只有一位 然后我们拜错了神 那我们反而会进到更多的问题里面 更白忙一场 好像我们最近我们听到那个 那个马航 马航的那个飞机失事的 然后他们要救 他们要救援对不对 他们有派出救援队伍 搜索那些 就是rescue team 那个救援队伍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你搜索的范围 搜索的方向错了 你反而离那个 你真正要搜索的地方更远 你反而更白忙一场 所以信上帝呢是绝对 当然我们人都需要上帝 但是拜错神带来的后果更是糟糕 那所以这里讲到鬼魔也占惊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的 我们生命一切的挑战 一切的一个惧怕 一切的一个问题 甚至一切的恐慌 我们都有不同的恐慌 有些人是怕考试 有些人是怕面试 有些人是怕遇见问题 我们一切的恐慌挑战 其实不是我们要惧怕的 因为连魔鬼都是怕 都是怕我们上帝的 所以我们人要胜过 要跨越我们的问题 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的毅力 人的IQ 乃是靠我们转向那个独一的真神 所以各位你知道了这个经文 然后你祷告 跟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祷告 有没有不同啊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只有一位 然后连魔鬼也怕他的 我们带着这个眼光 我们祷告 跟这个问题这么大 上帝真的能够解决吗 跟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祷告 那个心灵 后来过后的能力 是决然不同的 所以这个是雅各讲的 第一个 神只有一位 而且是真实的 连恶魔也信 而且也战惊 那第二呢 这里讲 我们神是创造一切的创造主 然后这里我们先读一下 这里一章十八节 还有三章九节 这里说 神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手的果子 所以上帝生了我们 然后上帝创造万物 然后第九节 三章九节 我们用舌头赞美 宋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诅咒 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所以人都是有神的一个形象的 所以各位 这个神是创造主 有什么了不起啊 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神是创造主 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各位如果上帝是创造主 这个的意思就是 他造我们 他完全的懂得 晓得 我们的心灵需要的 神因为创造我们 就好像一个 我刚才讲iPhone iPhone的制造者 他是完全懂 这个iPhone 他要在最佳的performance 要表现得最好的时候 他要有怎样的设施 怎样的setup 怎样的设备 所以一个创造主 创制造的 他最懂的这个产品 要怎么样的发挥他的潜能 所以上帝如果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 这个代表 只有上帝他最明白 我们的心灵 要怎样得到满足 很奇怪的 这个是连你 甚至有时候连你 有时候连我 连我都不知道我自己 要怎样才能够满足 有时候人家问我 为什么你不高兴 我讲我不知道 就是不高兴 然后有些人问你 为什么你心情不好 为什么你就是不满意 你又有一个好的家庭 又有好的工作 又有什么东西都很好 为什么你不开心 不满足 很多人的答案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不满足 就是很险 但是呢 如果是创造主 他甚至你不知道 你要怎样满足 甚至你不知道 你要怎样幸福 甚至你不知道 你要怎样得到平安 但是创造你的上帝 他知道 他要怎么样 让你有一个平安 怎么样 让你有一个喜乐 怎样让你有一个幸福感 所以创造主 才知道怎么样满足你 创造主才知道 要怎样给你一个人生的目的 来叫你活起来 所以呢 有时候就好像我们 我每次如果我们电脑坏了 我们是哪去那个 制造电脑的地方修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 同样的 如果我们的人生出现一些问题 我讲的问题 不一定是你的人生生病了 还是天灾人祸 这么严重的问题 有时候呢 我们的心灵你知道出现问题了 无缘无故自卑了 受伤了 很敏感了 小气了 心情不喜乐了 等等我们的心灵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要回到那个创造我们的那个救主那里 再一次遇见神 再一次听到神的话语 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恢复正常的 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不应该有压力的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不应该有惧怕 不应该有担心 不应该有不平衡 不应该有受伤的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当你今天生活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灵是有一些不配合上帝创造你的那个样子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要回到神里面 然后再一次 再次听神的话 然后得到恢复的时候了 但是人很奇怪 人是常常留在问题是因为 他们人生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总是不回到创造他的造物主前面 然后人通常我们看人 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总是 我们要先动脑筋 我们要先商量 我们要先来策划 我们先 我们不然就是靠关系 现在最近 现在越来越多人讲 我们要靠关系 要Networking 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来解决 但是你发现 人无论怎样解决 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 甚至解决了一个问题 新的问题又在出现 所以 我们人 其实 主耶稣也说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都会有问题的 所以问题不是那个 我们应该烦的 但是重要的东西是 不要怕问题乃是得到答案 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也说嘛 我们主耶稣是很公开的 他没有说你信了主之后 你会发大财 一帆风顺 没有问题 但是说他给的答案是 信了主有问题 但是答案已经给你了 我在想这个的时候 我想有什么例子要形容这个 想到一个很卡顿的例子 就是我们衣服都会肮脏 衣服一定会肮脏的 但是你不要怕衣服肮脏 你只要有那个洗衣服的在就好了 就是你无论怎样你穿衣服 你生活的时候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因为还是一个堕落的人间 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甚至在教会 难免甚至教会 也是有人会伤害你 也是会有比较的事情 也是会有一些嫉妒的事情 也是会有些可能事工 事奉里面 有些摩擦的事情 都会有的难免的 但是我们不要怕问题 我们有那个solution 我们有那个答案就好 我们有那个洗衣服就好了 就是问题来洗洗一下就好 靠着主耶稣的宝血 我们人难免都会犯罪的 信了主之后 我们都知道 信了主之后 我们不是马上变成天使 信了主之后 脾气还在 那个死脑筋还在 那个固执还在 那个爱世界 那个喜欢shopping 喜欢看很多 玩很多东西的都还在 但是问题在 没关系 只要你还有那个答案 所以我们是要常常回到 这个造物主 能够创造我们 也能够修理我们 也能够修复我们的 这个上帝面前 所以呢 人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就是 我们失去上帝的形象的问题 所以说上帝是创造 而且是用神的形象创造我们 那用神的形象创造我们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上帝是一个君王 对不对 上帝是管理一切的 所以人有了神的形象 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管理一切的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第一个叫他们是管理整个世界 管理整个创造物 所以有神的形象的人是 我们应该是管理我们的钱 我们应该管理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应该管理我们的孩子教育 我们应该管理 甚至我们的工作 我们管理我们的精神 管理我们的恩赐 都是应该我们管理的 但是呢 一个失去上帝的形象的儿女呢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一个挂名的老板 就是大家有没有遇过挂名的老板 我在公司以前有遇到一些挂名老板 可能他是什么 assistent director还是director 他的名字很大 但是他什么都不会做 然后什么也不敢做 什么也不能影响 我们呢 如果是上帝拯救已经蒙恩的上帝的儿女 我们有那个身份 但是我们一忘记这个形象 神的形象的时候 我们马上变成挂名的神的儿女 就是有能力但是用不到 有恩典但是享受不到 所以上帝是 上帝是从一个人 从一个人 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开始 我们很难听到神 遇见神 还有看见神 神的形象的意思就是 神不但是有能力 神也是有灵的 对不对 上帝是一个灵 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 所以人都是有灵的 有灵的人才能够遇见神 看见神 享受神的关系 我们动物是不会 我们每次讲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看过猪烧香 还是大家有没有看过狗拜祖先 从来没有对不对 因为只有人有这个灵 所以知道这个需要一个上帝 所以但是奇妙的是 就是人一失去这个上帝的形象的时候 你发现很奇怪 人本来是应该看见神的 然后放心 而不怕 本来是应该听见神 而喜乐 但是已经失去这个遇见神的功能 所以我们是要 回到这个创造我们的上帝 然后再一次跟他和好 所以神这个雅各书讲的第二个 上帝不但是创造主 上帝是用他的形象 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第三呢 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 他不但是创造人来辛辛苦苦 这里讲 上帝是后赐与众人的一个给予者 我们先来读这个雅各书 这个一章五节这里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能的 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上帝 这个意思就是 上帝是很恩待很广泛的 很慷慨的 一直给予人的 然后不会斤斤计较 因为他讲也不斥责人 不是斤斤计较 你一定要给我三个钟头的祷告 我才给你这个 你一定要去一百次的聚会 我才给你这个 上帝不是斤斤计较 主就必赐给他 然后十七节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没有转动的影儿 然后第四章六节 但上帝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天卑的人 所以讲来讲去 要讲一点的东西就是 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为了是要给我们的 各位上帝从创造亚当夏娃开始 上帝创造整个世界开始 他都是丰富的 上帝创造很多种花 对不对 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 上帝创造很多花 很多动物给人 上帝创造不是一种玫瑰花而已 还有很多百合花 还有那个什么 Dulip 很多很多上帝是丰富的 上帝要创造的话 给你一种花就好了 上帝给你这么多种花可以欣赏 跟你这么多个动物可以玩 上帝从一开始就是丰富的 所以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认识的上帝也是 我们上帝他是给丰富的恩典 然后上帝给的恩典也有分 普通的一般的恩典 跟一些特别的恩典 那个一般的恩典就好像那个下雨啊 那个阳光啊 对不对 无论你是好人坏人 你都会有太阳 都会有那个雨 这个是一般的恩典 你好人坏人你都有的 但是上帝赐给特别我们这里的人 一些特别的恩典 有一群人是上帝拣选 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 然后让这个福音感动你 你能够信 然后你能够信了这个上帝 然后呼求他的名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上帝讲的是 他要我们都得到这个特别的恩典 那我们现在讲的 不是你只可以选二选一 只可以选择上帝或者选择世界 那我们不是 如果真的叫你们这样选 那太难了 对不对 只可以选上帝还是选世界 只可以选上帝还是选那个钱 那这样选太难了对不对 很难决定 但是上帝讲的不是这个 上帝讲的是 你如果有什么缺乏 你缺少智慧也好 你缺少一些你的需要也好 你尽管跟上帝问 然后上帝 你呼求上帝必定给你 这个是圣经的应许 当然有些人说没有啊 我已经祷告了 我祷告上帝给我很多钱啊 我祷告上帝给我一个配偶啊 我祷告上帝给我一个健康啊 上帝都没有听啊 上帝都没有回答 我跟各位说 上帝是厚赐于人 但是上帝不是傻瓜 上帝不是傻瓜 上帝会给 但是上帝是在最漂亮的时间 最他的美意里面给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 如果今天我们把一千块的那个钞票 给一个两岁的孩子 这个一千块对那个两岁的孩子 只是一张纸而已 对他来说没有分别 这个一千块跟那个 Dissue Bible没有分别 所以给他的话我们是傻瓜了 所以上帝绝对 我们呼求他的时候 他一定会厚赐于我们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傻瓜 他是按着他的每一时间都给我们 所以各位 这个上帝 跟我们所认识的其他的宗教的偶像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上帝他是创造主 所以他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能给 但是我发现这个世界很多的宗教的所谓的神 所谓的偶像 因为他们都不是创造主 所以我们人去拜宗教的时候 我们不是得的 我们是要先给的 我们先给他 我们先要给他一些拜拜一下 然后先给他烧点香 先给他一点水果吃 然后先给他一点肉吃 然后他才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他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先给我们一个最丰富的 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跟其他的所谓的偶像 都不一样 所以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各位 真正的信仰是 虽然上帝是厚赐于众人的 但是真正的信仰是 我们是以上帝本身为中心 而不是以上帝所给的 上帝所能做的为中心 大家分得清楚吗 我发现很多信徒在这个世上的矛盾 是因为他们来到神面前 他们不是要得着上帝本身 他们一直要关注的 一直要追求的就是 我要得上帝可以给我的 我要得上帝能够为我做什么的 但是各位 真正有智慧的人是 你得着上帝 你得着一切 所以上帝是厚赐于人的 然后下面呢 讲到第四个 上帝是没有转动 没有改变的 换句话说呢 上帝不是会变来变去的 今天他给你 他很施恩给你 今天他给你很多丰富 然后明天他心情不好了 他拿回去 比如说我们人是这样对不对 我们人是今天心情好的说我爱你 明天心情不好的时候说我恨你 然后今天心情好的说 我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东西 家务什么都可以做 明天心情不好的时候是 你自己去自己管 所以上帝是 这里讲 我们先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已经讲 上帝是没有转动的影儿 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们的上帝呢是 他绝对不是像人一样 今天说爱 明天说不爱 甚至 你的行为有时候信了主之后 我刚才说也不好 但是我们行为信了主之后软弱了 也是上帝仍然把你当做他的孩子 你仍然属于天国 你仍然不会因为你的行为 而跟上帝分开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 有些人说 那如果上帝是不会变的 这个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问题 如果上帝是不会改变主义的 那我们干嘛祷告 对不对 有些人常常问 上帝都不会改变主义的 那我祷告来干嘛 上帝要拯救的家人 我不祷告他也会救的 他是不改变的 他的计划要救 他就会救 那如果上帝是不改变的 那我祷告来干嘛 无论我做什么 他还是一定会实现他的那个计划的 那各位 那我们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啊 对啊上帝是不会改变 的确上帝是不会变来变去 上帝不是花心公子 他不会变来变去 但是呢 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啊 如果上帝不会变 他自己做啊 但是各位 我跟 我跟你们说 上帝的计划 上帝是不会变 没有错 但是你会发现 你祷告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谁变啊 你变 这个是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祷告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参与 这个信仰生活 参加聚会 很多时候我发现 我们是不冷不热 对不对 你说我们刚认识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对上帝 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听到这个耶稣 谁来的我要睡觉 就是 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然后讲什么 祷告有能力 祷告上帝可以帮助你 上帝是爱 一点感动都没有的 但是很奇妙的是 你真的去祷告的时候 你真的参与的时候 你真的来听神的话的时候 很奇怪 你发现过程当中 有时候 你不知道 你改变了 我发现 比较多人是 不知不觉当中改变的 他不是一来 听一次信息就改变 他也不是一祷告 马上看到一个证据 马上改变 但是是一个过程当中 一个过程当中 你继续的 跟神同行 继续的参与 你发现 虽然神不改变 但是你继续还是祷告 还是查验神的美意 而跟从的时候 过程当中 你变了 本来没有信心 得信心 本来没有感恩的理由 后来得感恩的理由 本来没有能力 后来得能力 本来不饥渴 后来饥渴了 本来没有负担的 可能一个事工 什么世界福音画 跟我什么事 本来没有负担的 你祷告了 你看到有一些孕运了 你改变了 负担来了 而家庭福音画 对你一点来说 都没有感觉的 但是你祷告 神做的时候 你看到的时候 你变了 你越来越会 放进你的祷告 在里面 所以各位 神的计划不改变 神的计划 也不会因人的软弱搞砸了 神也不会因为你的软弱 他对你的救恩就废弃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记得的 然后第五呢 上帝呢 这里说13节 一章13节 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对上帝的观点是什么 上帝造成一些的问题 我们是 我常常听到的是一个东西 就是 哎呀 世界这么乱 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 他是死了吗 对不对 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个 一句话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上帝是活着的 如果这个上帝是有能力的 人这个世界这么乱 这么多的问题 那么多的灾难 难道这个上帝是死的吗 这个雅各书给我们最绝对的话 人被试探的时候 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可以说 这个是上帝所给的 这个问题 因为上帝是不会被问题影响 不会被罪恶影响 上帝也不会试探人 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世界的问题 这个世界真的 的确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灾难 很多的苦难 那其实大家想想一下 虽然上帝是没有造成那个问题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圣经有给我们提出的理由 当人选择离开上帝的时候 当人选择跟着世界 听从撒旦 然后被邪灵欺骗的时候 很自然而然的 当人的问题就出现了 然后人就进到一个咒诅里面 这个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他离家出走了 他离家出走 他没有在父母的保护下 没有在父母的同在下 他遇到一些风浪 他遇到一些的挣扎 遇到一些被人欺负的事 欺骗的事 这个当然是 不 不是太惊讶的事情 对不对 你离家出走了 你当然遇到一些苦难 这个是不稀奇的事 所以人离开上帝的时候 当然这个世界就乱了 因为上帝明明在 但是人不要承认这个神 所以人不要承认这个神 自己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当然出现问题 这个有什么好稀奇的 这个是当然的 但是我们的上帝是 虽然不被恶所胜 我们的上帝也虽然不被恶试探 也不试探人 但是他知道我们人都有限 我们人是 从一生出来 就对神没有兴趣的 从一生出来 就不是很想亲近神的 所以上帝呢 他主动的来找我们 所以上帝呢 圣经常常很多个地方告诉我们 神不但是要 神不是要来毁灭人 神是要来救人 而且下面神要做人的朋友 这个是第五 第六个 第六点 我们的上帝呢 他不但是高高在上 哇 他什么 他创造宇宙 什么能力都有 然后高高在上命令人 我是神哦 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 以前我每次遇到一个老板 他每次跟我说 我是老板啊 你是员工啊 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我好像我是他的奴才一样 但是呢 我们的上帝是 他是高高在上没有错 至高无上 完全有能力 但是呢 很特别叫我感动的是 虽然这个上帝呢 他是什么能力都有 他也不需要拍我马屁 他也不需要哄我 可是我发现这个上帝很奇妙 有时候 有时候我跟上帝耍脾气的时候 好像我跟上帝祷告 然后上帝不要给我的时候 我就生气上帝 还是有时候我心情冷淡的时候 我不要跟上帝祷告 我发现这个上帝 他是高高在上 但是他常常哄我 常常降到我的水准 来跟我说话 来叫我明白 其实我发现有时候 上帝不需要向我解释的 有时候上帝带领我的人生 给我一些的预见 给我一些的遭遇 其实上帝不需要跟我解释 为什么他这么做 为什么他这样带领 各位 我们的CEO有没有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实上帝不需要有时候 跟我解释他的美意是什么 为什么你有这个苦难 为什么你有这个情况 上帝不需要跟我们解释的 他是神 但是我发现上帝是太奇妙了 他常常来跟我解释 我不明白的时候 上帝为什么我有这个苦难 为什么人欺负我 为什么我遇到这个倒霉的事 为什么我失败了 上帝他花时间 他在意我 所以他常常会跟我解释 这个美意是这样 然后你不要难过 我会祝福你的 所以常常上帝是 上帝是愿意把我们 当做他的朋友的 所以这里我们读二章二十三节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称为神的朋友 所以对信上帝的人 上帝不是把我们当做仆人 刚才我们解释经文读了 从今以后 耶稣说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 但是我称你们做我的朋友 平起平坐的朋友 然后所以上帝是 上帝是这么的在意 跟我们的关系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跟其他的信仰不同的地方 很多人想到宗教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 你去做一个讨论 很多人想到宗教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东西是行为 宗教就是要行为很好 宗教就是好人好人的 所以 当然 我们基督教也是讲行为的 所以我们下几个礼拜会看 行为很重要 亚格是强调信心也实际的 但是呢 上帝是比行为更看重的是关系 这个就好像父母 父母对不对 父母跟孩子 当然每个父母都要孩子乖巧 但是 比要你的孩子考上大学第一名 比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最乖的机器人 父母更在意的是 孩子跟他的关系 我虽然不是父母 但是我有父亲母亲 所以我知道 这也好像是一个情侣的关系一样 对不对 如果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一起 整天就讲 你是男的 你要做这个 你要帮我拿 你要帮我拿 bag 你是女的你要去做家务 你要去洗厕所 所以如果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一起 就讲这个行为 谁要谈恋爱 没有人要谈恋爱的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圣经说 上帝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的兄弟 是我们的情人 你们发现圣经用的字眼 都是一个感情性的字眼 很少你听到圣经讲 上帝是你的老板 上帝是你的 上帝是你的什么 就是都是用一个感情方面的字眼 来告诉人上帝的心肠 然后所以呢 上帝很奇妙 上帝因为在意跟人的关系 所以他要建立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呢 我最喜欢的是上帝是先给 而不是先要求的 大家发现吗 上帝为了要 上帝为了要建立跟人的关系呢 上帝是先给人 先把他的爱子耶稣给人 先自己告诉 证明他的爱有多少 所以让自己的儿子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很多人以为 上帝要求我 因为我们是在很多宗教观念长大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 我要得上帝的祝福 我一定要先虔诚 我一定要先属灵 我一定要先什么乖乖的 但是上帝呢 他把我们一来的想法反过来 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 其实他先给的 他先给耶稣 他先给圣灵 他先给恩典 他先给爱来吸引我们 所以呢 人是 上帝是先叫一个人遇见他 然后被他的爱吸引过后呢 下面上帝才给一些的律法 一些的约 一些的 其实各位 这个约哦 就是好像神的话 很多人听到神的话 你觉得压力 做基督徒 要守这么多个约 这么麻烦 各位 大家思想一下 一男一女他们在交换婚约的时候 他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情 交换那个婚约 是 哎呀死定了 我这次讲 无论生无论死 我都不会离弃你 什么什么丰富还是贫穷 我跟你在一起 死了死了怎么办 那个一男一女交换婚约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是这样的呢 还是 哎呀我可以放心 我就算生病了 这个老公还会帮助我 我就算没有钱了 这个老公还是在我身边 所以我们看神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神的话是死定了死定了 我信耶稣了之后呢 我要做这样多的事情 糟糕了 还是 哎呀有这个约 就算我软弱了 神不会放弃我 就算我遇到问题了 神与我同在 神的能力保守我 所以是怎样的心态呢 所以上帝再讲一次 上帝是关注那个关系的 他最在意的是跟你的关系 有时候调皮一点点 没有关系 就像我们的孩子 有时候调皮一点点 我们关一只眼睛 他是我们的孩子嘛 但是关系最重要 但是当然有关系 有时候也会有管教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的教导 是有 但是都是在爱里面的 然后那第七呢 所以上帝爱我们 重视我们的关系 到一个地步 上帝嫉妒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 jealous God 就是上帝很嫉妒 当我们跟别人 不跟上帝的时候 上帝是嫉妒的 我们读一下 这个四章五节 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所以上帝爱的人 上帝给我们圣灵 为什么给我们圣灵 因为上帝是要 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 各位 你们喜欢跟 你们无论喜欢跟谁在一起 你们是常常喜欢 hang out的 对不对 你们喜欢跟他们常常 特别如果是谈恋爱的人 不但是谈恋爱的人 我也听说 一个母亲刚刚生完孩子 是舍不得离开那个baby的 我是听说 很多朋友是生孩子的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 你喜欢一个人 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很想跟他时时刻刻在一起的 所以上帝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不是为了要监视我们 我要等你几时 像那个三万的人 几时犯错 我要记一个过 上帝要跟我们在一起 不是为了要监视我们 但是上帝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把圣灵给我们 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上帝要参与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决定 上帝要参与我们每个人生的细节 每个脚步 上帝要参与我们生命的大小事情 一切的喜怒哀乐 上帝都要在那边跟我们分担 所以这个上帝是爱我们到他会嫉妒的 那所以各位 你们会想 上帝不是什么 不是上帝吗 他也会嫉妒 这个上帝好像很没有用 这样是不是 还会嫉妒的 但是我跟各位说 这个是圣经 用一个人能够听得懂的话 来要描述 上帝到底有多爱一个人 所以才用嫉妒 但是上帝是神 所以他是不会受这些东西挟制 但是呢 为了让我们明白 所以圣经用这个嫉妒的一个字眼 各位 其实坦白讲 如果上帝 他不会嫉妒 这个代表什么 大家懂吗 这个代表 他其实不是很爱你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我也是每次 我老公懂 我每次会try to让他嫉妒一下 可是他好像每次很酷的 他就是 我每次就是try to 你懂这个人叫我去吃饭 你懂那个人打电话给我 你懂 有时候我可以假假跟他 不是假假 就是要试探一下他到底会不会嫉妒 因为他嫉妒其实我是很开心的 他嫉妒就是代表他是 他是很爱我 他是每次很潇洒 我不懂 不懂他是 所以 但是呢 所以上帝嫉妒我 上帝会嫉妒 这个是好事吗 如果 我们人都会这样 如果我们要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要做的话 要去哪一个学校 要学哪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呢 比如说如果我去问 你们这里其中一个姐妹 还是弟兄 我不问我的老公 他会被嫉妒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去找别人谈 你不找我谈 那当然会嫉妒 那有时候我们对神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我们问了很多 问朋友 问父母 看报纸 然后我们没有问神 那当然上帝会 上帝当然会嫉妒 上帝当然会觉得 为什么你没有来找我 所以呢 有些人 有些人是 有些人会问 这个上帝很奇怪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小气 有些人是 把这个嫉妒变成小气 其实各位 嫉妒跟小气 是一线之差 对不对 当然我喜欢我的老公 嫉妒一下 不过如果他太过嫉妒 我会觉得他很烦 好像那个 一直控制这样 所以嫉妒跟小气 是一线之差 所以很多人也说 想到上帝 为什么上帝这样小气 为什么上帝 不要给我多一点自由 做我的选择 我一定要选上帝吗 我不可以选别人吗 那各位 其实呢 然后每次有些人问 为什么上帝只有 可以让我们选择一个神 如果我不拜一个神 他就不祝福我 曾经有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不可以拜耶稣 也拜大八公 也拜孙悟空 然后我也是有拜耶稣 耶稣不可以祝福我 为什么一定要只有拜耶稣 才有祝福 很多人会这样问 但是我想问你 一个 这个上帝是爱到嫉妒的 如果有一天 你在你的老公的皮包里面 你看到一个别的女人的照片 还是你在老公的那个hand phone里面 那个wall paper 你看到别的女人的照片 然后你也 哎呀随便 他的自由嘛 他喜欢看谁就看谁 而且那个女人不是明星 是一个你认识的 另外一个可能你的neighbor 还是什么 然后你随便啊 随便他啦 给他自由嘛 他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 这个代表 有几个理由 either我是有点毛病的 不正常的 不然就是 我不是很爱他 不然就是 其实可能我在外面有男人了 哎呀他有他的 我有我的 随便啊 大家一起乱 所以呢其实 上帝为什么这样子做 为什么只可以拜耶稣 只可以敬拜耶稣 然后你才能够得到一切的祝福 有一个理由的 因为上帝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你真的很爱一个人 你不会也要跟他 很难要跟他分享给别人的 对不对 特别是圣经常常用夫妇的关系 来形容上帝跟他的孩子的 一个关系 而且并且 有些人这个世界上 他们会讲 哎呀我让你跟另外一个男人去吧 他可以给你更大的幸福 也就是我们看电视都有这种 但是呢 问题是上帝知道 全宇宙只有他是全能的 全宇宙只有他是最有能力的 全宇宙只有他爱你最多的 甚至比你自己爱自己更多 就是上帝了 其实我有时候想想 我都不敢自杀 上帝可以把他的孩子杀了 为我死 上帝比我更爱我自己 所以上帝是爱我们到这个程度 他知道你跟别人你是不会有开心的 你不会最幸福的 所以他是抓紧那个爱到底的 他是完全的嫉妒到底 完全的爱到底 因为他知道整个世界没有另外一个神 没有另外一个人 没有另外一个神 就是神 可以给你更大的幸福能力平安 所以上帝执着到底 那所以呢 上帝第八呢 上帝是满有怜悯 大有慈悲的 所以这里五章十一节这里说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称他们是有福的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雅各苏的背景是 都一个苦难的背景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显明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的 所以各位 这个约伯 不是每个人懂这个圣经人物约伯 但是简单 约伯是一个很惨很惨的人 在人的眼中 他是一个很惨的人 家破人亡 身体健康什么都没有了 很惨的要命的一个人 但是呢 这里的强调雅各说 你看他的结局 约伯的结局 你会发现上帝的爱 充满在他的家庭 充满在他身上 上帝的恩典 从来没有离开他 这个约伯是 圣经简短的那个故事是 他遇到很大的灾难 结果下面灾难过后 上帝给他双倍的恩典 他以前的财宝 他全部 就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他一次过破产到完 但是过后呢 上帝把双倍的财产还给他 上帝把儿女都还给他 上帝把一切都还给他 当他跟上帝和好的时候 当他跟他的创造主 和好的时候 所以呢 这里强调的是 上帝也是跟我们讲 我们信了主之后啊 有时候也会一直软弱 有时候也会常常遇到 碰钉子 常常遇到一些挑战 一些问题 但是上帝要讲的是 甚至在你的问题当中你放心 因为你看回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预见 都有上帝的慈悲怜悯 所以各位 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也想 我人生 虽然三十多年来 不是很长 但是我经过的 我认识大小的问题 我看回去呢 都是上帝的恩典 与我同在 其实我也每次跟人分享 我也自己也确认过 如果你问我 有些的苦难 如果时间可以回头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我要不要要求上帝 把一些的苦难拿走 其实我跟很多人说 我不愿意 其实大家知道 我有过一些 比较辛苦的过程 大家认识我久的人 会懂 我爸爸的事情 还有我过去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你问我 要不要时间倒流 然后我cancel掉 那个所谓的问题 我会说我不要 因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看到神是爱我的 我真的看到神是真实的 然后也真的经历神的恩典 所以呢 上帝是满有怜悯 大有慈悲的 然后不但是这样 第九 上帝是很细密的掌管 我们生命的每一样 每一样事情的 这里 四章十五节 这里说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所以这里 他简短了一个经文 但是这个 讲到一个很深奥 很实际的一个 不改变的事实就是 人无论多伟大 人无论多聪明 拿到多少个博士学位 你不会懂你的明天 是怎样 人无论怎样的有条件 人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控制的 但是这里说 主若愿意 我们明天能够活 不但明天能够活 是一个大体的事情 对不对 明天能够活是一个大体的 但是你能够做这件事 去shopping 去看戏 去约人喝茶 你能够做这件事情 还是你能够做另外一件事情 都是在于神许不许可 所以呢 这个是太大的奥秘了 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的 因为如果神不许可 很多事情不会发生 其实每一样事情 没有神的许可 都不会发生的 所以各位 我们每次常常确认 如果神要开的门 全世界阻挡 也是会开的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圣经历史 还有教会历史 一直印证 有一度 全世界要阻挡基督教扩散 但是神要开的门 没有人能够关起来 但是神要关的门 你动员你全部的朋友 你全部的力量 你要开 也是开不了 所以神是最绝对的 没有神的一句话 太阳不会起来 所以其实上帝是完全的很细密的管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圣经也说 如果上帝不许可 连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 其实我发现圣经的话很有趣 它是尽量用很多的形容词来让人明白 上帝是多细密 上帝不是 上帝不是顺便在你身边经过 上帝不是顺便 两个礼拜看你一次 还是一个礼拜看你一次在教会 一个礼拜哈喽在教会 上帝是每个礼拜 每一天 每个小时 每一分钟 甚至你的头发 如果上帝没有许可的话 不会掉的 所以圣经讲到这样的细密 所以神是 就是在我们每一个脚步里面 甚至有时候 其实我 如果大家认识我 你会发现 我这一生最害怕做的东西 就是做决定 其实我很怕做决定 我是一个 risk adverse 很怕冒险 很不喜欢做决定 读哪一个书要想很久 然后选一个房子要选很久 然后嫁给谁当然要想更久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要想很久 因为我很怕 因为我有过嘛 就是选错了 很惨 那个后果很惨 哇 所以我最最最最怕做决定 但是我认识上帝之后 我发现 上帝在我的每一个细节里面 他引导我 甚至有时候 我以为我做错决定了 但是因为我是有呼求上帝 然后我做的每一个决定 我发现没有一个是错的 每一个都有一个叫做 万事互相效力的一个功用 万事互相效力的意思就是 看起来不好 但是是blessing in disguise 所以我才说 你要我换掉一些过去的问题 其实我不要换的 因为过去的问题都带来祝福的 然后呢 所以最后一个 上帝不但是细密的给我们 他的引导 上帝更是整个宇宙只有上帝一位 能够审判人 能够决定换句话说 谁是蒙恩的 谁是蒙咒诅的 谁是上天堂的 谁是属地狱的 只有上帝能够 只有上帝能够这样的决定 我们先来读一些经文 这里 这里说 经上说要爱人如己 所以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 这个意思就是 圣经跟其他的宗教也一样 有很多条规 你要爱人 你要做好事 你要什么什么做善事 但是呢 这里很重要 第十节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这个的意思就是 上帝呢 他是 因为下面十一节也说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就是上帝 上帝说不可奸淫 同样的上帝也说不可杀人 所以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 就是你做了一个没有做另外一个 仍然是成为犯法的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很多人 他们总是 总是这样 就是 这一句话给我很大的精品就是 这样谁可以上天堂 因为其实神的水准 跟人的水准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我累积一点分数 然后看谁的分数比较高 我们人跟人比较 然后如果我拿100分他拿80分 他下地我100分的上天堂 不是这样是 上天的水准是最高的 你就算很多方面很好 很多方面很善良 但是在一条律法上 你犯了 你就是没有资格上天堂 这个意思 所以呢 换句话说要上天堂的有两个方法 有两个选择 你有两个道路可以上天堂 一个呢是 你100%把全部的律法都做到完 一条半条什么条都不能违背 但是谁能够做到这个 然后第二个呢是 第二个方法就是 你跟这个上帝和好 跟你的创造主和好 这个上帝是整个天堂的主人 他要让谁进来他的家 他就让谁进来他的家 对不对 如果我是我家的主人 我要给谁开门 谁就开门 我要不让谁进来我的家 谁就不能进来我家 所以呢 就两个方法 一个是跟神和好 你能够进天堂 一个是你 全部的律法你都守好了 你才能够上天堂 如果你叫我选 我这个人是很怕麻烦的 而且我也知道 我做不到全部的律法 所以我当然是选 跟神和好 然后能够完全属于天国 所以这个是上帝说的 那我们上帝是全然正公义的 他怎么可以 我明明是犯罪的 我明明是一个罪人 他怎么可以让我进天堂 我明明是一个坏人 所以很多非信徒 很生气基督徒就是这样 你们这个基督徒 也不是好到哪里去 你看他脾气这样坏 这样爱世界 这样喜欢赌博 这样喜欢这个 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呢 对 上帝是全然公义的 但是他把他的爱子 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了 所以他现在可以 因为耶稣的牺牲 因为耶稣的保血 让我们与他和好 让我们得到永生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 他所应许的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上帝 能够释放我们 能够拯救我们 可以讲的 这个十个 那 雅各呢 他不但是告诉我们 这个上帝是谁 那个上帝是谁 下面他也告诉我们 那我们要怎样过一个 纯真的信仰生活 因为很奇怪 我刚才听讲了 我们的生命虽然是信了耶稣 但是我们发现 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跟外面的非信徒 表现还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要祷告的是 我们是一个表面的信仰 还是一个真正的信仰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雅各苏 它有几个对比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的讲三个 下几个礼拜 我们再具体的讲 所以第一个对比是 就是听道跟行道 这里第一个 这里讲 我们虽然常常听道 常常去教会 但是很奇怪的 各位发现 你虽然一个礼拜 去了三四次教会 但是很奇怪 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当你遇到一个处境 一个危机 你要处理的时候 当你生气的时候 很奇怪你发现 原来你用回 你一来一致所用的方法 可能有些人是一来 是靠拍人马屁 过关的 有些人是一来 用一些手段 可能讲一些偏话 还是哄一下人 还是 然后他们就可以升官发财 比如说有些人是这样 但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还是用一样的方法来生活 所以很奇怪 他们后来就埋怨 为什么我信了耶稣 还是一样的 跟前面跟后面都一样 因为听道没有行道 所以第二十二节这里说 一章二十二节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这很重要 自己欺哄自己 其实各位 我们是知道的 圣经很有趣 圣经很幽默 也很看透人心 因为我们有时候人会埋怨 上帝都不好的 上帝没有帮我 我祷告的上帝都没有做 但是圣经看穿人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如果有听道 也有行道 不可能没有证据的 所以呢 我们是骗不过自己的 然后第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查看 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 我们信徒很多时候 问题是我们忘了 忘了神的恩典 忘了神的应许 忘了神的意象 就在乃是实际的 实在的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撒旦 他不是怕我们参加聚会 撒旦他不是怕我们 听到神的话的 因为你听啊 听多一点 反正你听了也不会做 听多一点也不用紧 听了反而得到更多控告感 听了反而更多压力 你继续听啊 所以撒旦他是 只有怕一个行出来的 所以各位 我们有时候真的要确认 如果我们只有听到没有行到 你会发现哦 那个神的话里面的祝福 不属于你 就是你听了那个道之后呢 你享受不到 比如说每个人都听神的话 每个人都听得很喜乐 但是你还是苦瓜脸 每个人听了神的话 能够恢复一个感恩的理由 但是你还是埋怨 因为心灵还没有愿意行到 那当然 听到跟行到 中间要什么啊 各位 你要听到 要去到行到 中间需要 中间需要信到 对不对 你没有信到 你怎么行啊 所以这个是 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 圣灵会继续叫我们 恢复一个信心 那很多人说 很多基督徒说 哎呀我已经信了上帝了 上帝是不会改变 对不对 刚才你说上帝是不会改变的 那我已经信了上帝了 所以我 confirm guarantee plus trust 我可以上天堂了 那我干嘛 我的行为要这样好啊 反正我 咬咬咬咬咬 我随便乱活 我也是可以上天堂啊 那我为什么要 这么辛苦 功课己身 活得这样惨 然后要走上帝的道路 要受什么苦难 前几个礼拜讲 要受什么苦难 为什么要这样啊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非信徒 很讨厌基督徒的地方 就是一大堆讲很多恩典 但是行为方面 烂到要死 所以呢 这个也是哦 以前当然没有错 我们是因信成义 因信得救 那有时候我也是想 虽然我自己是得救了 但我不要害我旁边的人下地狱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想 我的爸爸啊 我的妈妈 我的兄弟姐妹 还是我旁边的人 看到我这个样子 糟透了 然后呢 不信耶稣 那我自己得救了 因为我的行为是 因为我的上帝已经拯救我的灵魂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想到我们旁边的 我们所爱的人哦 我们旁边还有很多很容易跌倒 很容易误解 很容易误会的人 今天我们也祷告一下 我们的行为哦 要贴切一点 跟福音贴切一点 所以我们不会自己上天堂 我们旁边的人去不下地狱 因为我们的贴切 那个样子 所以呢 但是这个也不是 怎么说 不是控告我们的话 但是这个是 神的爱进来的时候 你自然会 会可以改变的 神的爱进来的时候呢 那个爱会叫你 以前不能爱的 不能喜欢的 不能追求的 慢慢可以追求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下几个礼拜多讲 因为再讲的话就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 这个是 信心跟行为是个配套 不能分开的 就好像 我们 我们的神学家 John Calvin 加尔文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就像太阳 你不能把他的亮度 他的光度 跟他的热度分开一样 所以 信心也不能跟行为 行为也不能跟信心分开的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祷告的 然后第二个矛盾的东西呢是 第二个矛盾的东西呢是 就是上帝 刚才我说的 虽然上帝是很丰富的给予人 但是很奇怪的是 人呢 常常还是觉得不够 人还是常常觉得很缺乏 然后人还是常常觉得很怕失去 都是因为什么各位 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 其实我发现也是有点怪怪的 我不知道我是比较神秘还是什么 我发现我 我虽然是认识上帝25年了 但是呢我发现有时候我生活的时候 有时候我很平安 然后我还有内心的确据的时候 我跟上帝很靠近的时候 比如说有时候我走在家里路上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 如果是晚上暗暗的时候 有时候我是 我才天不怕地不怕 天使与我同在 神与我同在 我去什么暗暗的地方 可怕的地方 我都ok的 在我家里也是ok的 有时候我觉得 我好像离开上帝远一点点的时候 我在我自己家里 突然间看出去窗口 有什么这样暗 好像也会有点怪怪的感觉 所以我发现有时候 我太爱世界 还是太想这个世界东西的时候 我自己的心灵 也是怪怪的反应会出现的 就是 但是我要讲的是 人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的时候 你发现很奇妙 你做什么都有确据 甚至你遇到苦难 你有确据 这个苦难不会害我 这个苦难过后会给我恩典 冠冕 这个苦难过后 会带来很大的创造性的工作 耶稣也说 如果一粒麦子不死 一个种子不死 怎么叫很多的种子再生起来 所以问题背后是有一个更大的 创造的能力的 但是当一个人失去了敬畏耶和华的心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东西芝麻利多都会吓到你 都会影响你 都会让你有暗示的 那什么是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心 圣经说 刚才我们读的奇艺经文 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 所以一个人真的聪明的话 换句话说 你真的聪明的话 你是敬畏那个真正有能力的上帝 对不对 各位你们在公司 有谁去拍扫地的那个人的马屁 还是你们是拍老板的马屁 当然我们是看到谁是最有能力的 然后转向他 上帝是整个刚才我们讲的 创造宇宙的 创造你跟我的 知道怎样恢复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安然 我们的充实的生活的上帝 那我们不敬畏这个上帝 我们敬畏金钱 我们敬畏一些人际关系 我们敬畏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一定会吃亏的 所以圣经讲的智慧就是 认识上帝只有一位 就是耶稣 然后他的权柄是胜过一切邪灵 邪灵都怕的 所以一切的问题 一切甚至死亡 甚至死亡上帝也胜过的 所以呢 我们认清这个全能的主 然后我们去投靠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就是你的智慧的开始 你得到你生活的能力的开始 你得到你喜乐的源头的开始 所以呢 圣经才讲 你真的抓到这个智慧的源头 你才从那天开始 你不会浪费时间 不会浪费感情 不会浪费走一大圈 结果白忙一场 各位大家都做过工 对不对 以前我做工的时候 每次给老板 不是 不是 我以前做工的时候 每次白忙一场 因为我太热心了 老板给我一个设计 我快点去做做做做做 做很多 powerpoint也好 写一个paper 写一个report也好 老板一叫我做 就好像要做一个很努力的员工 做做做 后来我交给老板的时候 老板说 完全不是我要的 然后我就 我几天没有睡觉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午餐时间也没有去吃 然后去做了 他讲这个不是他要的 我就 所以呢 其实有智慧的人士 后来我比较聪明一点 我就去 还没有做的时候 就去问老板 因为以前我是怕 我怕老板觉得我没有用 要去问他这样多问题 然后我怕 吵到老板 因为老板很忙嘛 给你做一个小东西 要问这样多个问题 你是笨蛋还是什么 所以我怕老板骂我 所以我不敢去问老板 你要什么 但是后来我 在公司做久一点的时候 我就去问老板 老板你要的是不是这个三点 老板讲 是我才去做 我才不会白忙一场 同样的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 上帝呢 他是牵引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节 上帝是在我们每个人生有一个计划 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人生 真的要幸福 真的要有能力 真的不要浪费光阴 浪费岁月 浪费青春还是什么 那我们真的要回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 常常问神 常常认定神 来走我们每一步 我们才发现 我们不会 我们下面做的才有功效的 所以 敬畏耶和华的心 是在讲 认识神只有一位 然后呢 真的完全要投靠他 因为他能够解决一切的 胜过一切的问题 但是这个也不代表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很多基督徒是讲 很多非信徒讲 哎呀你们基督徒只有讲恩典 什么都不用做 那个钱从天空掉下来 我们当然要做 但是我们是 知道神有一个旨意 然后寻找而跟从 然后呢 不按着自己的情绪 因为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按着圣灵给的感动来反应 所以这个叫做敬畏耶和华 所以这个是圣经讲的智慧 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 然后 这里我们读13节 3章13节 你们中间谁有智能 谁有见识呢 他就当在智能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行来 然后 15节 sorry 15节这样的智能 所以有两种智能 圣经这个雅各书有两个对比 一个是 从 上帝来的 五章讲上帝可以给人智慧 没有 没有 责备的给人智慧 然后15节有讲到另外一个智慧 就是 不是上头来的智慧 属地的 情欲的 属魔鬼的智慧 其实这个世界 属魔鬼的 属这个地上的 也有一个智慧 就是怎样的智慧啊 就是我们常常高举的 我们常常高举的 医学啊 科学啊 心理学啊 什么经济学啊 这些都是 这个地上的人的智慧 这个就是 我们圣经的对比 一个是上帝的智慧 一个是地上的智慧 当然 我不是说地上的智慧 没有用 我们生病也要看医生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也要算一下 经济学 我们要算一下 但是呢 我的意思是 只有强调这些地上的智慧 什么心理学 科学 经济学 等等等等 然后没有认定这个创造主 你会发现 问题哦 到一个地步 这个科学 这个心理学 这个世界的智慧 帮到一个地步 没有办法再帮了 比如说医学 最好的医生 就算把你医好了你的病 但是最好的医生 也不能叫你永远活的 对不对 最好的医生也不能叫你永远活 他今天可以医治你的咳嗽 医治你的癌症 医治你的什么病 但是他不能叫一个人永远活的 所以人还是要回到 上帝那里 因为只有上帝 才不但给人现在的身体 也给人永远的生命 所以两个智慧的不同 一个是比较低等的 一个是比较永恒的 然后这里 所以上帝 必须要我们得到一个智慧 就是得着 那个给予的上帝本身 而不要一直追求礼物 上帝给的礼物 因为礼物哦 我跟各位说 上帝给你的礼物 无论是什么 无论是美貌也好 财富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你无论多爱了一个人 有一天他会跟你分开的 因为人会死的嘛 礼物有一天 会停止 会不见的 但是上帝 这个给予者 他是永远的 永远与你同在 甚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是继续发展 所以上帝要我们寻求的智慧呢 是要得着这个给予者 不要单单寻找那些 比较世俗的那些礼物 seek the giver not the gifts 我每次这样讲 seek the giver 就是God 给予者是上帝 你得到这个给予者 我们世界也是有一句话 我不要钱 我要那个摇钱树 当然我用上帝来比喻 这个摇钱树是不对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 上帝给的超过钱 上帝可以给你心灵的满足 领你的能力 不惧怕 然后永远的生命 上帝给的超越钱 没有错 但是你真正智慧的人是 我不是单单要 外在的一些证据 我要神本身 这个神进到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真的是蒙福了 那ok 所以第三个矛盾呢 就是 第三个矛盾是 人不正确的认识神 然后也不认识上帝给他的身份 上帝祝福他的那个心态 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奇怪的 人的生活开始就会出现一些的问题了 他比如说 第一个矛盾就是 他跟旁边的人开始就会矛盾 很奇怪的是 我发现人跟人之间 常常有一个矛盾 该爱的不能爱 有多少次我们听到我们的朋友 还是谁啊 complain他们的父母亲 哎呀唠唠叨叨的 哎呀什么什么 不然就是 应该很爱的 比如说兄弟姐妹应该很相爱的 偷偷来比较 为什么他拿 因为可能以前小时候 父母亲每次比较 哎呀你的妹妹拿六个A啊 你才拿三个A 就是很奇怪 然后有很多矛盾 你不认识自己 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你应该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 best friend好朋友 你会开始发现 哎呀一些嫉妒就出现了 一些矛盾就出现了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两个是好朋友 都很好 每个人很开心 去的社会做工 哎呀两年过后他变成总裁 你还是一个打工的 你开始就会觉得怪怪的 还是偷偷一点觉得怪怪的 还是两年过后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你还是零蛋的时候 你开始觉得 哎呀为什么他就好咯 他什么都好 所以人跟神的关系一破裂的时候 你发现很奇怪 很多的矛盾出现在他们的生活 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 四章一节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私欲是很想赢很想成功等等 然后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战也是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人 我要住大房子 我要开大汽车 我要成功 所以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说讲一些骗话 拍一些马屁 有说做很多东西但是得不着 所以说得不着 因为你们不求 所以很奇怪 上帝明明与我们同在 但是就是不求 喜欢靠自己的聪明 靠自己的口才 靠自己的一些networking 所以不求 但是第四章三节也回答了我们一些的矛盾 求也得不着 有多少个人 我们每次在神面前 求了也没有用 求了也得不着 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 有时候上帝是这样 求了之后呢 我给了你这笔钱 比如说你也是去花天酒地玩开心 所以上帝干嘛给啊 我不给的话 你还乖乖坐在这个教会 没有去花天酒地 所以但是上帝会给 但是上帝给的时候是贴切的给 那我们再读第三章十六节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所以各位雅各的社会 雅各那个年代的社会 都是在一个嫉妒比较 争战的一个时代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要嫉妒 为什么人要比较 为什么人要争战 因为这个资源很少 在公司里面 不可以每个人都做总裁 对不对 一定要有些人做总裁 有些人做打工的 然后这个世界一定是资源很少 有些人可以有多一点 有些人可以有少一点 所以人就开始争战了 争斗了 嫉妒了 但是这个跟上帝创造的世界 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 像伊甸园一样 每个人都够用 每个人都有 都是丰富的 但是人 再讲一次 人离开神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这个丰富跟满足感 所以很多缺乏 所以人的价值观 大家如果你注意的话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价值观是 有多一点的人呢 就比较了不起 所以他们总是觉得有这个概念 Having more is being more 就是你有多一点 你就比较傻一点 你比较了不起一点 有这个观念 人都是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人总是要争取很多的祝福 很多的财富 所以很多的矛盾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 第十七节 刚才我们读到的 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然后第三章十七节这里说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柔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洁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所以这里看得到 我们人跟上帝和好的时候 不该有的矛盾 纷争 嫉妒 其实上帝的和平 上帝的满足 上帝的爱临到你的心灵的时候 你发现 你虽然没有 但是你可以祝福那个有的人 你虽然情况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为另外一个人高兴 这个是神的能力才能带来的 最后很快的 最后呢 这个 第三点 所以我刚才讲 雅各的强调呢 是 讲了这么多 你认识的上帝 你知道神的丰富 神一切 那 现在我们要选择世界 还是选择上帝 所以 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15章 对 约翰福音15章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然后 约翰一书2章15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然后第四章 忘记读四章四节 是这个雅各书其实的重点 你们这淫乱的人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所以各位 这个世界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属基督的人 都是蒙福蒙爱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是有永远的归宿的 就是我们是属于天国的 但是这个世界呢 各位你看就知道 有一天会过去的 其实不用做基督徒 你都会知道 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的 看怎么知道 我们看一下那个 环境 还有那个nature 我们就知道 像我们最近有那个haze 那个烟雾 然后有那个dry spell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 也常常听到新闻 什么ozone layer 什么global warming 其实不用做基督徒 你都知道 这个世界 已经在衰退了 不要讲人的文化 这个世界本身已经在衰退了 所以这个世界是有一天会过去的 但是我们属上帝的人 我们的灵是永远的 永远与神和好的 所以呢 但是很奇怪 我们失去了圣灵的声音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连基督徒 也开始羡慕这个世界的美貌 荣华 这个优雅 这个繁荣 其实世界的人 连基督徒 世界的人 被吸引 当然是不会惊讶的 但是连基督徒 你发现 他们 他们判断的时候 他们追求的也是这个世界的 对错观 道德观 这个世界的经济观 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美丽的事情 也是教会的信徒里面在追求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祷告的 因为我们 无论是信徒也好 非信徒也好 我们 我们高举 和我们信 这个世界很多的道理 很多的智慧 但是我们不信 独一的神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问题了 我们什么都依靠 依靠科学 依靠孩子教育学 依靠心理学 依靠工作 工作什么networking学 什么都依靠 但是不依靠神的时候 这个就是问题的开始 所以呢 我们今天 如果不想成为一个 只有被 我今天得到得不到的东西来烦恼 被变来变去的东西来影响 你不想成为这样的人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真的要祷告 我们要 对我们心灵里面 那个圣灵的声音更敏感 因为圣灵的声音才会叫你 不要一直被这个世界给拉扯 然后把你的注意力转回 这个永远丰富 永远爱你 然后你的人生的目的的这个上帝 所以 亚伯拉罕这个 这个 亚格苏给我们这个 亚伯拉罕的例子 亚伯拉罕 他被称为神的朋友 不因为别的理由 亚伯拉罕 成为神的朋友 不是他特别属灵 他特别厉害 乃是 他懂得分别 上帝的智慧跟世界的智慧 因为亚伯拉罕呢 他是定义了 我不要用世界的水准 来衡量我的生命的好坏 我不要跟着世界的水准来活 但是呢 亚伯拉罕是认定 这个上帝他是 刚才我们读的 这个一章十七节 是我们今天一直读的 上帝是 把全辈的赏赐 都赐给我们 所以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是 他抓住这点 这个上帝是 把一切丰富的 全辈的赏赐给人的 所以呢 亚伯拉罕是不看他的情况 不看他的问题 他只有抓住一个 一切的好东西从上帝来 上帝拿走一个 他会给更好的 所以亚伯拉罕下面 他甚至愿意把他的 最宝贝的儿子 献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给他下面 不但儿子没有死 给他更多的后裔 更多的祝福 所以亚伯拉罕做神的朋友 因为他选择神的眼光 不选择世界的眼光 所以最后一个第三点 那我们懂了这么多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今天雅各书给我们的 勉励跟祷告就是 既然我们认识了上帝 既然我们已经信了上帝 那我们不要再心怀恶意 因为这里说 一章八节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没有定见 所以各位 一个人心怀恶意的时候 两头不着岸 两个世界也不开心 在世界也挣扎 在世界也辛苦 做一个基督徒 在世界很辛苦 但是呢 在教会又不能喜乐 又不能满足 两头不着岸 如果你double minded 如果你心怀恶意 我曾经读到一个 一个不懂是儿童故事还是什么 所以有一个蜗牛还是什么 他要过马路的时候 他不懂要走左边还是走右边 所以一边走左边 一边走右边 走来走去走到最后被车撞了 因为他一下子走左边 一下子走右边 所以最后在中间的时候 车子来了 所以其实一个人心怀恶意的时候 在世界你也挣扎 在主里又被控告 很辛苦的 所以雅各说四章八节 这是我们最后的结尾 也是今天上帝要我们放在心上的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这是神绝对的应许 你在任何的情况你多忙也好 你多受打击也好 你多被控告也好 你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 所以不要又抓住基督 又抓住世界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跟世界打架 每天去跟世界的朋友吵架 你们这些人是跟我不一样的 我不是说这个我们也是要爱世界 不然我们怎么得着人来信主 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选择基督 不选择世界的意思 是你分别为生的时候 你自然发现不是你讨厌世界 世界的人觉得你很闷 因为以前陈基每次讲 我不懂我喜欢你 但是在世界的时候你是很闷的 你跟其他的女人不一样 他们是讲去哪里旅行 去哪里什么 跟你在一起你是很闷的 那个话题是很闷的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 有些人不是我要讨厌他们 也不是我要跟他们打架 他们自己会觉得我们闷的 就是我发现这个世界 比如说那些做银行的人 不喜欢我的 因为他们每次我去银行开户口的时候 他就讲 你要不要投资这个 这个的利润很高 这个可以赚大钱 这个的投资很高 什么什么什么 我宣布说我不要 我不要 他就说你不要你很傻 你的inflation rate 你放在那边没有赚 你很笨 我讲我不要 所以每次我去哪一间银行 那个银行的人讨厌我 就是看到我的脸就是 可以随便给你 讲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还是不要的时候 他们就是拿我没有办法 所以 的意思就是 不是我们故意要去跟人打架 但是很奇妙的是 有些东西你看开的时候 你发现 就是很难跟世界做朋友 到很投入 当然我们还是有跟我们亲戚朋友 接触 给他们爱 给他们关怀 但是不是被他们那一套吸引 不是被他们那一套 发财那一套吸引 追求成功那一套吸引 但是我们跟他们在一起 是爱他们 为了要把福音影响他们 所以呢 今天的结束呢 真的 但愿我们每个人今天 有这个新的肯定 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绝对向你写明 然后呢 我们不心怀恶意的时候 你发现神给你的祝福 也是一意贯通的 不会矛盾的 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求我们感谢你 上帝在我们 在我们 不是很爱你的时候 神你已经爱了我们 也今天借着你的话语 你叫我们认识上帝你的属性 求上帝你继续把 你的这个绝对不变的事实 你是谁 这个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叫我们因为认识你 我们被你吸引 叫我们因为认识你 我们能够信你 也叫我们因为信你 我们能够享受你 神求你祝福我们 下个礼拜一整个时光 叫我们都看到你是活生生的 在意我们 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下个礼拜